共和党特朗普和民主党贺锦丽的摇摆 州争夺战 JLIACEA阐述 2024年11月6日 前言 摇摆州是指该州内的共和党支持者及 民主党支持者势均力敌 如果谁在该摇摆州胜选 谁就可以拿下 该摇摆州的全部选举人票 两党的策略 在摇摆州的小镇及农场 人民都希望特 狼仆可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态 贺锦丽组班比较迟 民主党希望强攻摇摆州中的大城市 希望得到当中的市民支持 从而赢取摇摆州的支持度 宾夕凡尼亚州的匹兹堡及阿伦敦 密之根州的底特律及华伦 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及洛里 都是贺锦丽的重点争取城市 开票的初段 大城市立票通常会被首先点算 宾夕凡尼亚州开票后一小时 贺锦丽以72%的得票率 抛离特朗普的26.9%得票率 密切根州开票后一小时 贺锦丽以61.1%的得票率 抛离特朗普的37.1%得票率 北卡罗莱纳州开票后一小时 特朗普以51.1%得票率 战胜贺锦丽的47.7% 后续截止至2024年11月6日下午4时35分 特朗普获得286张选举人票 再度成为美国总统 贺锦丽只得226张选举人票 共和党在参议院得到51席 民主党只得42席 共和党在众议院得到200席 民主党只得188席 共和党得到了参议院及众议院的控制 权 这对他未来推行停止战争及对美国 公平贸易的政策会更加顺利